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几颗我最近开的兰花 其中有一颗我期待它开发很久了 就是我面前看到的这颗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王花猫 它是朵利兰跟白带兰杂交的 它在我家差不多有一年了 我是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从Poland南园买回来的 它花朵很小 所以要靠近一点才看得清楚 虽然它花朵小小 但它颜色的配搭真的非常的美 本来我想它全打开了才跟它做西瓶的 不过它一直都被芝麻打咬 所以你看见它中心有好多都被我摘掉 因为它被芝麻咬得很难看 我还看见在花苞里面还有一些芝麻跑出来 所以我就不等了 我怕它往后打开的都会被芝麻咬得很难看 每个夏天我这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芝麻 芝麻真的很讨厌 把我这颗开得这么美的 咬得乱七八糟 这颗王花猫 虽然它的花朵很小 但它的花量很大 如果摘装得好 它每一次就可以开十几二十朵 它刚刚打开 我感觉它没有那么好看 它反而开久以后 颜色会更好看 因为刚刚打开 颜色没有那么分明 花瓣上面还有一些黄色的 时间开久了 它的颜色就比较分明 花瓣上面是纯白色 纯瓣里面的黄色就更加的明显 它在两旁的花瓣上面 还有一圈好像黄色的 这样颜色的配搭真的很美 花朵小小 娇小可爱 我真的很喜欢 但它是没有香味的 美花不香 香花不美 但又香又美的兰花呢 都有很多 这颗应该属于美花不香吧 来看看它的花有多大 就跟我一个手指差不多大 花的颜色呢真的很美 真的有点太小 不过还好的就是它的花量呢很大 如果再种的好它可以开很多的 它是朵丽兰跟白带兰杂交 所以它的根呢都非常的像朵丽兰跟白带兰 比较大比较粗的 再种起来呢我感觉都可以 对光照方面呢就 尽量给它多一点光照 在不晒香的清风底下呢 它可以摆在一个非常高光照的地方的 杰克我买回来的时候 它的进步呢就已经发黑 我在搬抢救的清风底下呢 它现在都长得不错了 现在来看杰克 杰克是Space Ulster 中文可以叫它做燕花蝴蝶兰 Space Ulster这个品种呢 它跟灯花蝴蝶兰呢是很类似的 杰克看上去就好像我之前开的 那颗C1 据说Space Ulster跟灯花本来就是同一个花马里 后来呢才把它们分开两个不同的品种 虽然它们两颗很内气 但在它们的蝴蝶里面呢 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刚好呢我现在还有一颗 灯花这个C2再开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唇 跟刚才那颗烟花 有什么区别 这颗灯花你看它的唇呢 比较瘦比较长 还有呢它唇斑尾端的毛茸茸 哪个地方呢是比较明显的 但烟花呢Space Ulster呢它的唇呢是比较短 比较荒 还有呢它毛茸茸的哪个地方呢 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 没有那么好看的我自己感觉 我把它们摆在一同 这样就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好明显的你可以看见 灯花它的唇呢是比较瘦比较长 毛茸茸哪个地方呢 是比较明显的 下方这颗烟花Space Ulster 它的唇呢是比较短的 毛茸茸哪个地方呢 都没有那么明显 但在镜头下呢 可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在我的眼前呢 我就感觉它们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就在于它的唇 如果你们都有这种 灯花跟烟花 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拿来对比一下的 我这边还有一颗灯花Coffee 现在还有一朵了再开 我都给你们看看它的唇 好明显的 它们的唇是比较瘦 比较长 有毛茸茸的地方呢 大概是它唇的二分之一 最后来看杰克 杰克我之前是有介绍过的 它在我家已经敲过两年 它是SpaceOS跟灵灯的杂交品种 每年都开花 它抽了两个花梗 另外的一个花梗呢 就只有开了一朵 这个都开得很美的 它花的颜色呢 就比较像灵灯 唇呢 就比较像SpaceOS 它的杂交品种之一的灵灯 就在它的旁边 都抽了一个花梗 所以呢 它们是有机会 同时间开花的 等到它们同时间开花的时候呢 我再来跟它们做一个视频 到时呢 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瓶盘 看看 谁比较美 单看它们的叶片 我自己就感觉 它的母本记忆 灵灯呢 来得好看多了 叶片上面的斑纹呢 比较好看 它的杂交品种呢 都有小小的斑纹 但就不太明显 那好啦 我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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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